我们这个救苦救难 觉友情 大家要自私一点 学佛的人 一定要自私 这个自私 是一定要先修好自己 你们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就是老是想修好别人 都很少把这个药吃进去 救自己的命 你们一定要什么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这是一个正向的话 这是指的 你自己一定要自度 才能度它 否则的话 你在自度上 不自己的奋进境界 你就天诛杀你地灭之 然后你的行身 肉身就会毁灭 你就去变成六道其他的 畜生身 动物身 各种的恶鬼身 地狱身 这是一个惊醒大家的话 当然现在是你们变成了贪婪的话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为了抢这个东西 我可以先把你杀了 杀了 然后我才可以得这个 我不这样做 天诛地灭 这是人的邪念 人不邪的时候 不是这样理解的 为什么 我们为度 如母 有情 愿成佛 你不成佛 你怎么度众生 你不成佛 你不成菩萨 你想度众生 你就是一个旁门左道 骗人的 你自己都不会游泳 一个人掉水里 你就想救人上来 你是不在骗人的 所以是真正在 释迦牟尼教学的 那个年代 释迦牟尼 是让大家早一点修炼成 声闻圆觉阿罗汉 乃至成就菩萨道 是不是 那么只有这些人 他出了六道了 他知道怎么出六道 他才可以回去 带领众生 从他走过的路上 走出来 你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走路 动不动就掉到悬崖去了 动不动陷到 那个沼子地里去了 你都没有走出来 你怎么带领众生 做leader 做向导呢 你不是骗人的吗 所以大家不要学 邪门外道的佛法 要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这句话 记住 你一定要 尽此一报身 定当成佛道 听成佛道的前提 是要度友情 功德圆满 才能成佛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要好好的 这个学法 学法以后 那么在这个法会期间 能够合上这个场 师父请来了金刚萨多 师父请来了二十一度母 你要能够相应 你要无我 你的身体不是张补生的身体了 你才能硬上去金刚萨多的法 你的身体不是张补生的身体了 你才能硬上二十一度母的法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